大家好 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 又是我喀薩彭惠生 今天是2月27日 星期一 現在的時間是10時48分 說過今早來說 低開180多點之後 由低位開始逐步反彈 並且一度到升 但升的動力暫時不算太強 主要是市場仍然在擔心 美國加息的動力仍然是比較強 帶動了美股之外 環球股市繼續下跌 其實上星期來說 美股的跌幅又進一步加大 並且向下跌穿了 導致33,000點這個水平 而且亦見到美國方面出的經濟數據仍然偏淡 帶動整個股市造淡 亦見美匯的走勢升穿了 近來104.6的水平 看看美股在上星期下跌 最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上星期五公布的PCE核心物價指數 進一步反映美國的通脹是有升溫的情況 我們見到在上星期五出的一月份的PCE物價指數 以後來說 按年升幅是4.7% 比市場預期4.3%還要高 亦是說原本大家預期由4.6下跌到4.3 整體的通脹是有一個繼續回落的機會 但最終來說是4.7% 都遠遠超過市場預期的水平 令到大家來說 亦有一點質疑 這次的加息足不足以令到整個美國通脹 能夠回復到市場聯儲局所預期的指標的通脹率2%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會令到進一步加息次數 甚至說那個幅度會加大了 因此上星期五出了PCE的數據之後 其實看到美匯的走勢突然之間轉強 但我們看回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期貨 用作為預測 未來三月份加息的步伐 似乎又沒有太大的數據上的變動 原因都可以看到 市場繼續預計 三月份的加息是會有73%在4.75到5厘的水平 只有27%是預期有5厘到5厘的水平 即是說 預視市場對於下一次 即是三月份加息的話 大部分人相信是25點子 半離的機會仍然不大 但看回五月份的時間來說 市場的預計有少少不同 因為原因都可以看到 市場對於 未來五月份加息是25點子 令到聯邦基金利率去到5厘到5厘的機會率 是有69.3% 去到5厘到5厘的水平 5厘半的水平 就有29% 這個水平來說 多於之前一個星期只有16.6% 是很多的 所以都令到大家來說 都擔心著 即是未來的一段時間來講 加息的空間仍然都比較大 所以看那個美匯指數 在剛剛這個星期五來講 突然之間飆升 上升到105的水平 也升穿了去年8月份的1年4.64的回調低位 令到破維下 整個美匯有再上一步上升的 壓力會加大了 尤其是RSI去看美匯指數 在上星期升穿了70的水平之後 進一步向上 甚至上升到79.8的水平 都是令到美匯的走勢 繼續強勢 似乎不變 亦都因此的因素 我們看到 導致上星期五再進一步下跌 跌的幅度是1% 雖然跌的幅度不算大得很厲害 亦都見到美匯的上升 造就著 導致可以進一步下跌 尤其是 導致之前的玻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太窄 現在進一步將通道的闊度擴闊 有機會令到導致可以進一步貼著玻利加通道底部下行 亦都見到RSI剛好跌到30 若果導致RSI穿30的話 相信會有進一步的追沽動作 會令到導致在短期內向下跌的話 有機會會調得比較深 甚至可以說是有機會跌穿了33,000水平 是貼近318,000水平 那水平上一次的導致是由10月初 大概是28,600水平升上去34,595 這個升降總升幅38.2%的匯調幅度 所以短期來說外圍包括美股都有很大的波動性 而且波動性會令到整個美股在短期內繼續回調 對於美元的走勢偏強下 人民幣的匯價即時亦都轉弱 亦都看上星期來說 當人民幣對美元的匯價向上突破了6.92這個水平之後 進一步上到接近6.98 挖著7的邊緣位 顯示著美元轉強下 人民幣的匯價在走弱的情況 是有些加快的跡象 整體上如果你看到人民幣轉弱 的確會令到更加多的錢在譬如內地A股走出來 這個是對於港股來說 亦都有一個不利的訊號 尤其是當美元進一步的息率是上調的話 令到中美的息差再一步擴闊 都會令到人民幣轉弱 再加上之前有不少的錢 令到之前進入了內地的股份 可能面對人民幣轉弱下 都會先行轉回來 近來都見到不少的交易日 北向的資金走出來 所以都是對於內地A股不好之外 而對於港股來說是不利的 我們看回上星期五 其實在收市的時間來講 行市跌了341點 跌幅達到1.68%底下 幸好就是不見到大量的錢流出來 甚至如果用回當日的收市的競價時段 我們看回有9.7億的資金是流入的 也在國指來說是有10.1億 科指是6.8億 那流入的錢不算太多 也看回那個追貨比率 其實都是剩下24% 32%左右的確確明顯示著 整個資金流入的動力是加大 很大的機會都是當日 大家看著美國那邊 出的核心PC的物價指數 當然如果你看回 剛剛這個星期來講 整體的走勢上的確是 港股是不利的 因為我們看到 是沿著普通道一路跌下來 而且也看到 在開市的時間來講 整個的資金流都是偏弱的 例如看回過去星期來講 基本上都是 差不多每一天 除了星期二 在開市的時間 有資金流入了 其他時間來講 都是全部流出的 如果用回那個 全星期去計算 恒指淨流出了28.2億 也都見到 在整個拋貨率 和那個追貨率來講 也都見到 市有流入那天 都是只有53%的追貨率 其實都是預視著一件事 大家來講 似乎沒有太大的意願 是在開市的時間去買入 去做一些短炒 所以也都在股市上 進一步回調的走勢 反映出來的 至於在收市的時間來講 我們上個星期還見到 是繼續有錢入 但是也是 在過去一個星期來講 星期四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資金流出 16.38億 其他時間來講 除了星期三 是有22.26億的資金流入之外 大多數時間都是沒有什麼方向的 那也都看回那個 就是叫做追貨率來講 就算在星期三是有22.26億的資金流入 但是我們看到 整體的追貨率都是52% 就是基本上錢入來 那個的力度都是比較小 其實很難是帶動到整個市是向上 因此都見到那天來講 那些水平是大幅去吸納港股 都是暗示著 市是繼續觀望為主的 那麼我們都看到 在過去一段時間來講 指數是由22,700的水平回落 那麼回落的幅度 其實都說了差不多是2700點 那麼計算那個的 就是回調幅度是多於一成 那麼但是呢 就是回調了很多了 錢不肯進來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那個市場還未回調夠 那麼但是問題 會不會令到整個的港股 是由升轉跌呢 那麼現在來講呢 就不是的 因為大家也看回 這段時間來講 雖然不是有很多錢進來 但是呢 整個叫做資金那個的方向 只是平的而已 那就是沒有真正的大規模資金流出 那麼很多時候來講 那個市場呢 真是看淡的話 那個資金流走那個的情況 就會是比較明顯 現在來講呢 我們見到呢 開市和收市的競價時段呢 那個走勢上 即是那個資金的流向的走勢上呢 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那麼主要都是呢 就是看到收市那個時候 競價時段的資金仍是流入 但是當然了 如果你比起前一段的時間來講 明顯呢就少了很多 那麼也都見到斜度是平了 那麼但是開市那時候的競價時段 是一個平的走勢呢 基本上是很明顯的 那麼就是暗示著一件事 基本上投資者不願意在這個時間 搏買入 那麼你沒得升 也是這樣的原因的 那麼至於呢 科子來說呢 那就是開市和收市的競價時段呢 那麼也都呢 是有個比較大的分別的 那麼開市的時間來講呢 前一陣子的資金流入呢 仍然都是叫做平的 但是呢 最近這幾天呢 開始見到那些錢 在開市的時間來講呢 都走 那麼變相呢 預視著那個整體的 一些叫做資金 都是看淡這個科子 那麼令到科子來說呢 跌下來這一陣子的力度 是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麼在那個收市的競價時段來說呢 就不是太大變化 都基本上呢 就是輕輕地向上走 那都是一個叫做暫時看法呢 整個叫做短炒科子向下的那個力度呢 是仍是比較強 那麼令到科子來說呢 在短期的回調呢 可能都仍是有多一點點的空間在那 所以都要小心 就是在完成了一個 就是期結之後呢 整體的科子是否可以即時站穩呢 那都是有個比較大的不確定性的 那至於今早來講呢 開市的時間來講呢 就資金流出 那麼16.7億是恆子 那而呢 國子是13.6億 那而呢 科子是12.3億 那如果看回今早來講呢 跌的幅度仍然是科子為主 那科子是跌了1.2% 那恆子是0.9% 那而呢 國子呢 就是0.8% 那但是呢 留意到一樣東西呢 就是那個叫做 那個拋貨率其實都很明顯是達到 85%去到99% 那都是反映的一樣東西呢 投資者呢 都不是太過看好 三個指數 那重視今早來講呢 就是說 低開了之後 那個指數是由低位反彈了 那令到呢 就是那個走勢上呢 似乎有一點點是轉回 好像是偏強了 但是呢 要留意到呢 我們見到 那是一個行指在跌穿2萬點 其實呢 都會是真是令到一部分的投資者 是原本體淡的 都可能先是做一個平倉 那令到呢 那個走勢才是彈上來 但是呢 最重要 都要看回 在這個收市的時間來講呢 2萬點這個位 是不是真是最終來講 是站穩的 因為呢 我們也看到呢 其實如果呢 當指數做回調的話 我們今次呢 見到呢 貝利加通道是有擴闊了 如果RSI也是跌穿30的話呢 那整個的形態上呢 仍然有些比較呢 就是叫做向淡那個的跡象呢 是未變的話呢 那就真的要比較小心 因為整個的回調呢 如果我們當今次是真是回調 就是我不是當看見頂 就是我暫時也看回呢 近來那些的數字 告訴我呢 未是真正叫做見頂的 仍然是有得升 但是那個升的動力呢 可能都需要是 重新再聚集過才行 因為呢 整個的指數呢 跌穿20天線 跌穿10天線之後呢 投資者就算真的看好 都不敢入市著的了 那令到呢 就整個的升浪呢 暫時就要以整個升浪 總升幅的38.25% 做個回調目標 那這個位置來講呢 就會是19,600的水平 那當然 今早來講呢 幸知也都做過是19,804點 那就差200點左右 那是不是足以令到指數 立刻再向上走上去呢 那暫時看回呢 那個力度是不夠的 因為都看回現在來講呢 市場的焦點 就是這個星期呢 美國那邊就沒有大的 一些叫做經濟數據 不知是個別 那也都可能會成為 整個美股有喘定機會底下 那行事就可能做回去反彈 還有今天期結 那投資者可能都會是 不是很願意 等到今天期結完 那他們都會是 一些淡仓呢 平了仓先 那都會令到市 暫時跌不下去 留意近來市場是回落 很多時候市場有沒有再進一步上升或下跌 都可以看回一個波幅指數 而我們恆志亦有一個波幅指數叫VHSI 我們看到之前指數是去年10月時 最高是曾經去到接近48的水平 一直跌下來 這一陣跌至近來的低位 跌至22之後彈上來 我們在圖片裏見到有一個下降的通道 上星期升破了下降通道的頂部之後 我們看到波幅大了 市場亦跌的壓力加大了 而且亦看到最重要的兩個技術指標 在VHSI裡面 我們第一個看到 原本的保力加通道很窄 現在開始有一個叫擴闊 這是正常的 因為保力加通道越窄 擴闊的話擴闊的機會就越大 現在來說擴闊也是一個必然的情況 還有另外有一件事也要留意的 就是它的RSI 亦都是逐步逐步地 原本之前是有頂部的阻力 亦都是升穿了 更加力升到70這個水平流上 都是一個令到短期裡面波幅進一步擴大 指數會有下跌壓力的可能性 其實加大了 所以暫時來說 暫時來說 不可以太過樂觀地對後市 覺得去到2萬點這個水平 不跌穿 就立刻可以上回來 因為條件未配合 也看到現時來說 是利用一些奇權 作為一個對沖的成本 隨著VHSI的擴闊 反應越來越高 即是說未來的市況 出現了下跌的壓力 和機會都很大 所以暫時都 暫時真的要看回 2萬點這個位置來說 未必是真正的支持 看看今早早的整體走勢 指數在今早開始的時間來說 低位開了之後 就開始由低位反彈 亦都是反彈上來 最高見過是2萬0.860點 我們之前一直都說 現在市會走什麼呢 是回調 如果用回調去計算的話 我們計算一陣的升浪 由1萬4,597點上去 最高2萬2,700點 回調應該會去到19600附近 這些位置 也都在之前來說 一個比較重要的環區 如果跌到這些位置的話 不再進一步下跌 而且RSI也是 今次 記住我們很多時候 RSI的用途是說 跌穿30 是會有人追顧的 直至RSI 由30 抽回上來的時候 是反而那一刻 會有機會真的見底 如果接下來這幾天 我們看到 恆子真的跌到1萬9,600 那麼RSI進一步下跌 去到可能20 21 這些位置 慢慢看到 19600不再穿了 而RSI上回來 並且升穿30 那時候 市場真的有機會在技術上 見底 到時來說 才做一些 追回恆子 相關股份的時機 到時來說 反彈的幅度 會多一點 要看保力加通道中途 當然 現在來說 還未得住 還是繼續 觀望為主 尤其是今早做 如果我們看 一些短線的保處 其實當指數 進一步由 譬如15分鐘圖去看 跌下來的形態 一底低於一底 但是RSI 一底就高於一底 理論上就好像有一個 叫做熊貝茨出現 可惜今早做 開低那一刻 指數 是見過19804 而RSI 當時是見過21.01 其實看回 一底低於一底底下 但是 牛貝茨 第二個底部跌穿30 我們只可以說 這一層是反彈 不是真正正很強的熊貝茨 是牛貝茨 所以如果你看看反彈 那個力度一定有限 所以都可以這樣看 這一層的反彈 如果我們用回 2月23日 那個叫做 剛剛這一次的見頂 在這裏 因為它是保利加通道頂 跌下來 我們當這一層的反彈出來 用回第一個反彈 38.2% 是21,000點 這些位置也可以這樣說 今天早上曾經是靠近 因為如果你看回 2086點 21,06點 相差20點 都很接近的 所以都看到市場 今天早上的反彈 就是看到這一層 去到RSI 未能夠在30 站穩 跟著彈 就當是一個反彈 所以這一層 暫時真的看著 21,000 這些水平 甚至高一點 去到保利加通道頂部 即是21,129點 這些水平 至於如果30分鐘圖 亦是靠近保利加通道的中座 看著20126點 亦是相同 那個RSI 是未在第二次跌下去的底部 是站得到30 站不到30的話 預視著反彈的力度 即是反彈的力度 是有限的 看回這個星期來說 都不是太多重要數據 但有沒有呢 看回內地來說 會在星期三 會公佈PMI的數據 當中包括製造業的PMI 二月份 另外非製造業 即是所謂服務業的PMI數字 另外也會說 美國那方面 會公佈一些內容品訂單 另外也會有 紅衛書的商業零售銷售 在明晚會出資格哥的PMI數字 另外也會看回 接下來這個星期 會公佈美國製造業的PMI 以及服務業的PMI ISM的製造業指數 也會在星期三晚公佈 最重要當然 不要忘記了 美國那方面 會在星期四 會公佈一些 新領失業金的人數 因為這個數值 之前都是嚇怕了投資者 令到大家來說 這個星期主要看回這些數據 但暫時來說 這些數據不是很強勁的話 令到美國那方面 是有機會在這個星期 經過一輪的下跌之後 先行喘定先 你要升上去 也要先喘定先 否則的話 升勢也不會很長 可能譬如說 單日升了之後 即日又跌回頭也不定 看回這個星期來說 美國大家的市場 都會關注一些經濟數據 因為上個星期來說 美國那些經濟數據 全部都是很強的 無論是PCE的物價指數 甚至是新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都是強過市場預期 都令到大家來說 對於美國那方面 加息的預期升溫 所以全市美股下跌 尤其是看回到 導致在上個星期五 當國保利加通道擴闊 RSI亦都即將失手30 令到導致方面 跌穿了33000這個水平 如果進一步見到 經濟數據是轉強 大家來說 可能會繼續擔心加息 可能令到導致方面 要再進一步下跌 跌到31800這些位 即是整個升浪 計算一下 38.2%的回調幅度 就可能要去31800這些水平 今個星期來說 暫時看經濟數據 公佈不多 亦都不是太過悲觀 市場來說 對於美國那方面 整體的通脹 可能經過上個星期的升溫之後 這個星期會剩下來 開始對於加息借口 調整 所以有機會先行喘定 不過走勢上已經轉弱了 所以暫時來說 很難有一個逆轉的趨勢 至於港股來說 上個星期 基本上上個星期 都是一個叫做淨資金流出 尤其是看回 在上個星期來說 拆開開市和收市的競價 看到開市就有淨的流出 但是收市又有淨流入 預計回暫時短期來說 又甚至中期來說 整體港股的動力還未回歸之下 接下來很難有一個 比較強勁的上升 而今日來講 就期傑 早段就見到資金流出 並且見到一個比較高的拋貨率 行指來說 基本上是有機會 在今日 失手2萬點這個水平 甚至可以用回 整個叫做前升浪 計算14597點 上升到22700點 底下 整個升浪總升幅的 38.2% 作為一個回調目標 19600這個水平來說 基本上 有機會真的試下去 雖然現在來說 指數上 今天去過19804 都差不多見到這個目標 但是很多時候 指數在偏淡的情況下 會先跌到目標位 甚至跌穿了目標位 然後才企運 在短期來說 整個指數 可以看到 跌到19600 其後 由19600 低位反彈 並且 看到RSI 可以轉回 跌穿30 轉回 30樓上 整個市 才有望 可以站穩 好的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各位如果有任何關於大市的問題 又或者對於個股有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板留言給我 我會盡快回覆大家 好的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